因为疫情台中新社花海停办了 但是台中各地美丽的花海陆续绽放当中 比方说福寿山农场整片波斯菊花海遍地开花 已经有枫叶陆续转红 在武林农场也有一整片的航菊花海 吸引很多游客 在平地11月份也会有玫瑰花 还有薯葵花海陆续绽放 有业者推出了栽材体验 让大家亲手栽花 这就是很美的秋天的樱花 整片粉红波斯菊花海绽放 配上蓝天白云梦幻花坛美如仙境 这是福寿山农场秋天限定的波斯菊花海 吸引大批游客来赏花 这边风景很漂亮 我特意来这边拍照的 今年的花旷其实比去年还好 不只有波斯菊花海 福寿山的枫叶也陆续转红 最佳上风时间是11月上旬到12月 不过11月忘记定房已经一味难求 很多很多很多 员工忙着采航菊武林农场山坡上 被整片航菊花海覆盖 从高空中俯瞰五颜六色的花 互相搭配宛如大自然中的一片画布 这个航菊真的整片好漂亮喔 从来没有看过 不能上山欣赏花海没关系 因为平地还有采花乐趣 新色不只能够闪花 还有业者推出采摘体验 一刀剪下整只文心兰上头满满金黄色花瓣盛开 业者开放游客自采 增添乐趣 采摘之后呢 我们会做一些包装跟一些保鲜的动作 我们现在月底的话 大概有两部游览车 七百多瓶的文心兰 原本大都外销日本 业者开放民众预约 亲自采摘文心兰 预计十一月文心兰就会全面绽放 另外在新社也有花海 可以看 在十一月的时候有薯葵花 有薯葵花海 然后再接着下来还有樱花 一两分地高达二三十种玫瑰花 多多盛开绽放实在好漂亮 店家也为了十一月份做准备种植薯葵花 准备抢供这波闪花热潮 新社花海虽然因为疫情取消 台中各个闪花景点还是美不胜收 记者张艺志江志南 林佳莹台中采访报道